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安卓的平面设计的时候呢 Google出了一个叫material design 那它material design呢有一个sticker 就是像粘纸的一套东西 你也可以叫它叫做ui kit 然后那个东西呢 你可以在网上免费的下载 当然我这里提供大家链接 大家可以直接用sketch的file打开 然后看一下那个整个文件是一套怎么样的元素 或者是配色 或者是它所用的一些细节的排版 那这个的话除了对软件有帮助性的了解以外 你对Google或者是Android的design 也会有进一步的加深了解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iOS sticker是到处都有 我觉得Android的话它也是值得看一下的 而且他们都是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 文件打开以后 我们先zoom in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overview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元素 然后我们从最左边的开始看吧 当然我也会给大家下载Roboto的字体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在第二代的时候把Roboto换掉了 我会在之后介绍他们Android 那个material design和Lollipop 包括现在Mashmallow这个操作系统用的字体 有怎么样的改变 然后这边是System Icon 这个在他们的官网上也全部都可以下载 大家可以看到双击可以看一下尺寸啊 看一下他们这个material design所用的一些颜色啊 包括他们的处理 Opacity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每一个点开都可以看 然后Padding是多少 然后文件是多少 这个都是从EX开始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边是Keyline Keyline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它左边的margin是16pixel 然后有title的时候它是72pixel 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以描一遍 如果不想描的话 看一遍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所以啊也是给懒人提供了一些便捷 这边有个Fab 就是Floating Action Bar 这边名字大家也可以看到 所谓的Fab就是啊 在material design的时候 它有个call to action 这边有一个圆的float 它们叫floating 就是浮起来的一个图标 它在email里面也有 整个如果你是安卓用户的话 你会经常看到这个Fab 它们叫Fab icon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list 就是图标是列表是怎么样的 table是怎么样的 旁边有checkbox又是怎么样的 这边是一些card 大家都知道安卓的话 它从material那开始 它是有个card concept 所以啊这个是它们的一个经典 然后这个card它旁边的radius有多少 就是这个圆角是怎么样 它不是一个正方形 它是一个圆角 它这个圆角是怎么样的 然后啊 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 button是怎么样的 包括这里有一些拓板是怎么样的 高是多少 左右空多少 字体多少 icon多大 它这里有非常仔细的排列 所以大家看一下alignment 就是排列对齐 它是怎么样的图标 然后怎么画的 大家可以随便找一个icon画 也可以随便找一个card 就是那个卡片画 看看它的shadow是多少 阴影是多少 阴影的数值 它在右边的属性栏 都有非常清楚的制作过程 就是告诉你这个数值是多少 所以大家以后在做的时候 不要理所当然的觉得 它的阴影是应该多少 它的阴影一位是多少 这些全部都是有正确数值的 在mature design里面 它全部都是有正确数值的 我也可以下一次带大家走一遍 那个iOS的一些数值 比如说它的导航栏 它为什么是44 为什么它上面status 就是上面有电池 时间那个bar是20pixel 这些都是固定 全部都是固定的 大家不要瞎话 所以过一遍 这个系统的UI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这边是text field 就是当你要自作表格的时候 安卓的自定义的高是多少 字体大小又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字体大小是16 这些从EX 1X做的话都是16 也就是所谓的amdpi 对安卓来说就是amdpi 就是16size for text 就是文本大小是16 当然你可以说我作为设计师 我可以在自己的设计的基础上 更改这些数值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参考它的设置是很重要的 是因为这些default system 也就是当你用苹果手机的时候 苹果那些默认的那些app软件 比如说它的email啊 比如说它打电话的那个啊 包括它的设置啊 包括它一些系统的notebook啊 包括它那些内定的app 它都是根据这样的尺寸 这样的padding 这样的设计来制作的 所以它唯一的好处 就是非常非常安全 也就是说当你这里用16pixel 作为一个字体输入的大小的话 你用16就是非常安全 然后这是默认的安卓系统 在苹果的话最小的是13 它是默认的苹果系统字体大小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样比较没有创意啊 但是你可以改的话当然是无所谓可以改 我觉得你可以改大 但是不建议往小改 因为这已经是他们经过测试以后 所得出的最佳字体大小 所以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follow就是跟随这些默认的大小去制作两套 然后再自己尝试改变那些默认的数值 先跟着规矩走 然后再打破规矩会比较好 然后大家不要看到这里的disable有点字体有点歪 还是因为可能我的默认字体跟他google的默认字体不一样 所以在spacing的地方会有问题 这个大家可以忽略不及 然后按钮它是怎么制作的 然后按钮通常都有很多state 也就是说当你是点的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你点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当你失效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 这就是有很多状态的按钮 这些都要考虑周到设计师的话 然后switch就是开关这样slider 或者是滑的那些东西的数值 它的圈有多大 它按下去的时候 这个跳起来的pop up是有多大 然后它打勾的框有多大 VDS就是按钮型的那种 然后switch就是那种开关型的 它又是怎么制作的 这个边又是圆角又是多圆的 这些都是需要知道的 你不一定一定要按照它的做 但是你默认的一定要知道 我觉得这是对设计师来说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吧 然后label标签的话 它一行最多几个字 这些东西知道一下不会有差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的tablet 大家密密麻麻看的眼睛已经瞎了 其实你可以从view里面 把这个网格去除 然后网格去除以后你可以看到 这边margin是多少 然后这个安卓的这个后退 home和一个multitask这个叫 这个东西整个叫soft button 就是软件按键的键 因为它不像苹果是有一个圆的home键 那个是physical 就是实际上的一个按键 但是在安卓的native的一个设备上面 它是没有这个按键的 它有三个软件 所以它叫soft button 这个是一个term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每个所有的back arrow 就是退回键和整个页面的title字体 这个是20 这些都是固定的大小 大家可以不用辨 这个overflow button 这个我要提一下 比较简单的一个辨别方式 就是当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竖过来的就是安卓系统 横过来的就是苹果系统 苹果系统的三个点是横过来的 也叫overflow menu 安卓是竖过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比较基本的一个东西 当然你做设计的时候一样 你如果苹果系统 你想做竖过来的 也是完全可以的 没有人说苹果一定要横过来 但是苹果自带的软件 安卓自带的软件 都是根据这样来分辨的 你当然可以说 我如果不做苹果 我要像安卓一样输过来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你只要跟工程师沟通好 跟你的project manager沟通好 一定如果是觉得输过来 更有效更漂亮 或者是更帮助到这个软件 有这个功能性 一个很好的reason吧 那你就当然是可以输过来 因为我这里说的是 Google默认的speaker sheet 我只是说它默认的是这样 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我会极力的推荐 你刚开始的时候 了解它们这些默认的 一个规则吧 这些grade都是可以关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device 它的空格 或者是边框是怎么样的 然后当你做tablet的时候 它的menu在左边的时候 又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啊 可以看到这里可以放五个icon 然后这里可以放多少 然后它字间距是多少 字体大小就是 这里的menu 比如说这个就是gmail email的一个排版方式 它这里是14大小 然后icon是多少 然后左边是空24 之前小的tablet都是空16的 大家看到没有 但是大的tablet它就要空24 那这个设计师的话 如果你懒得动脑子的话 你就直接follow它的数值 这样的视觉效果是不会有错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设计师 在做这个东西 那基本上这个speaker sheet 我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material design的一个设计理念 算是一个课外知识的补充吧 然后大家有兴趣 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最好可以描一遍 自己画一遍 字体是roboto 我会在附件里添加 然后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roboto这个字体的概念 然后现在先休息一会 给大家看一段material design的视频 很好 på 大家一起进行 我们下来 好 大家 我们下来 我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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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安卓和iOS设计都很像很像 都是扁平化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 因为他们都是互相抄袭的 所以我也不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好 只是说安卓进步的非常大 然后有很多提升空间 然后苹果的话因为一直标准都很高 所以这两年也没有变化的太好 只是安卓无线跟上了 所以还是很值得看一下两边的 这样一个竞争的这样一个设计概念 然后现在看一下Roboto 这个我会给大家附件PDF 也就是他们今年在更新系统的时候 把他们默认的Roboto字体都更新了一遍 然后这边是一个字体的简介 然后并且告诉你 它第二代设计Roboto的时候 把那些细节怎么处理的 比如说K的笔画 R的那个旁边脚弯的直的 包括OCD那些圆的curve 它是怎么改编的 标点符号 然后细节数字的细节处理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细节的 是因为它根据不同的platform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设备 它做过测试以后 觉得哪一个读起来可看性 读起来排期更加有效 所以还是很酷的 然后Roboto family 它以前之前是proxima之类的 这些都是字体了 字体的话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东西 然后基本上这是一个testing 就是告诉你从系的中号 半粗号 粗号 字体会怎么看 然后最小的从8.5号开始怎么看 然后各种数值标点符号 英文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只有26个字母 加标点符号嘛 中文的话相对复杂很多 我没有正统的学过 中文的字体排版和设计 应该是难很多很多的 因为英文有很多经典字体 可是中文的经典字体 就那么几套 设计的人比较少可能 因为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 去搞清那些笔画 然后基本上这是一个 告诉你在屏幕上 字体的大小 因为在英文当中有小写 小大写和大写三种状态 小大写叫small caps 大写叫caps 小大写的跟大写的区别 就是大写的话 它是全部大写 小大写的话 它是大写的字体 可是它的x height 就是x轴的高度 是跟小写字体一样高度的 这个大家代导一下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 可以百度看一下 叫small caps 然后这边就是基本上 一个hierarchy在inbox里面 就是你email的inbox里面 这个整个是一个mockup overview 大家以后做设计的时候 除了做里面的页面 还可以把它key到这些device上面 做一个整体的预览 也是很有效果的 基本上这个booklet 也是大家可以过一遍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运用的话 安卓默认的就是这个 如果大家想要更改字体 想要用自己喜欢的字体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可以的 没有任何限制 好啦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这个练习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上评讯的东西 我们下评讯的击一条 我用击一筹 我们下评讯的击一 2018 我们下评讯的击一竹 可以解决的击一竹